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定是广播 2020年台湾吹起Podcast媒体新风潮 简单来说Podcast就是声音的节目 也可以称为网路广播 档案放在网路上 收听者可以想听就听 想停就停 也可以点选任何一集节目 不受播出时段的限制 而制播者也就是Podcaster 只要一支麦克风和简便设备 就能制作自己的节目 台湾Podcast元年 目前有哪些内容和选择 收到商机的制播者们 又如何做出特色 一起来看 大家知道我的节目上 常会专访一些新书的作者 有记者就质疑这个 纽约邮报的可靠度 引用Hawar Max讲的话 我觉得他说 你可以向他买一点 台北车站落意不绝的人潮 镜头再转到捷运上 分指踏来的同情族挤满车厢 他们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多数年轻人都戴着耳机 究竟他们在听什么 欢迎收听 带领和电视 欢迎收听鼓癌 我是肖默公 你现在收听的是 酒烟娃娃娃 时下最夯的Podcast一词 是源自于苹果公司的产品 iPod和Broadcast混合而成 2007年后 这股风潮从欧美向全球扩散 听众可以透过网路来收听 自制的网路广播节目 而制作节目的人则是Podcaster 最主要是给大家对于MV3音乐的需求 后来因为它是MV3的格式 它并不像传统录音那么 需要有高的一个标准 所以慢慢的就很多制作人 或是很多人 大家就会把它平常的日常生活 或什么会作为一个记录 当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CNN早早开设Podcast疫情频道 要告诉乐听人何谓真实何谓虚构 名人偶像等也有自己的节目 像是前美国总统欧巴马的夫人秘雪儿 邀请兄长上节目对谈 声音结合影像 部分片段在脸书宣传 完整内容则在Podcast播出 我最喜欢的家庭菜是炒鸡 我会说这些 因为每次我希望妈妈煮的 都会炒鸡 请好 凯丽大笑一下 我调一下 有点不好 再笑一次 你声音不要弄低啦 焦 我们会用百灵国双鱼的方式 与大家来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这股Podcast风潮 2020年也席卷台湾 凯莉、Ken 双人组合百灵国news 讲述的主题是向来收听率不高的国际新闻 很难想象他们高居平台排行榜前三名 单月收听人士突破百万 你忘记了吗 我们那时候就说要让大家想想 世界各国看台湾角度是什么 然后大家开始讨论 然后开始想说 原来美国投出什么样的总统 台湾会变什么样子 其实这很棒 因为我们真的会把内心的想法直接讲出来 别的地方有其他经验的媒体人们 转战Podcast的时候 他们会把那边的一些习惯带过来 那就会跟听众 跟听众的距离感就这样子一起也带过来 很成功 然后怎么样 我都觉得明年 都不知道我们会再拿 我们就很努力 我们可能会变成第三名 不会再第一名 接受访问时 两个人展现绝佳默契 2015年他们受到旋运启发 开始拍影片 经营粉丝页 并录制广播节目 内容同步上传至Podcast 但人气始终无法提升 只能压着滑水 慢慢滑到今天的成就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发现自己非常干嘛 然后后来我们就 其实这段期间我们都一直有在看 美国的深夜脱口秀 或者是单口喜剧 对其实那时候 不过那时候我们就特别去研究说 人家是怎么样把新闻讲得很好笑 随着国际变化 百灵果news节目每周更新三次 根据网络平台调查 两周台湾新增100档节目 年底累计将有3000到4000档节目 面对素人名人等劲敌 凯莉和Ken很淡定 还可以这样建议 持续的好好更新吧 因为很多人就容易断隔 这很难啊 就是国外有台湾还没有的一些做法 其实像是国外的广播剧 都很多都移到Podcast上面了 台湾都还没人做 那我们一直很期待有好的团队 从广播那边同时也开发 Podcast专属的Podcast剧 和广播相比Podcast可随时收听 并挑选有兴趣的内容 2020H1台湾Podcast产业调查报告显示 全台收听人口已达百万 其中近半数听众在通勤与在家时收听 每周至少收听5天 每次更超过1小时 长时间的接触 让他成为另类的陪伴型媒体 而听众年龄占比最大中是25至35岁 他是2019年卸下电视主播身份的李宛如 购买4000多元的麦克风 以及原有的笔电 以低成本低门槛的方式 投入Podcast市场 在自家的书房就可以进行人物专访 嗨莫贤姐早安 早安 早安 谢谢 我们这边请坐 好 哈喽各位朋友 晚安 欢迎您收听Vuces Gladys 每周带给您不同的观点 大家知道我的节目上常会专访一些 新书的作者 在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 我的超级好的前辈何莫贞 莫贞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是选择信任供应商 但是我告诉你 它就最大的痛 因为当供应商要虚意欺骗你的时候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先切割 然后把防火墙搭起来 你就会让那个危机整个涌进公司 请来昔日的晾饭店公关 唱谈危机处理等主题 访谈除了录制Podcast 脸书也同步直播 增加听众 黏着度 我就是Podcast之外 我还会在当然是脸书的宣传 直播的宣传 或甚至Instagram上面 有我自己开了一个关于这个节目的账号 就是交叉的一个宣传 但其实最终的主演 还是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个节目 在录完节目之后 我会稍微调一下音量 就是这种我很爱在节目中大笑 就等到自己 就是把它输出 然后再上传这样 上传的平台 它背后都会有些大数据分析 所以像我的听众比较多 就是在25到30岁或35岁左右这个年纪 然后大概一半 六成啦 或是女性 所以这就是我在选题取材的时候的一个方向 目前台湾的Podcaster 制作成本几乎不到千元 而且超过九成以兼职为主 看好这块新蓝海 前Uber总经理顾立凯 创立本土Podcast名台三昂 包括提供物音间 并协助创作者开发自制节目 好 你这个田里面种出来的香蕉 一定可以卖到15万 懂啊 那其实就是一个不会输的赌局 可是它就不用顾啊 对啊 它就不用特别照顾啊 它就是只要必要的时候 最后面再请人一两万请 我们是需要在整裁在阔边 那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成长数真的太快了 所以我们在这块的布局来说的话 需要尽快找到更多对Podcast 有兴趣的伙伴进来 来跟我们一起就是打拼 国外的一个教学 它Podcast制作已经融入到 那个中小学的一个 算是电脑或是一个视听的一个基本的能力 很多做作业都要用Podcast的形式来呈现 那我们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导入到学习的一个过程上 可以让这个更普遍 5G如果将来能够更普及 所以相对它的那个内容下载的速度会更快 然后当Podcast 前铺后继加入时 延伸出来的乱象 孤立凯和学者也善意提醒 如果不管是创作家或是公司或是科技媒体等等的公司 都开始想要跳入来进来Podcast 那觉得说这个是下一个下一个潮流 觉得说不想要错过这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他们原本 不管是自己在整个产业里面的一个定位 或是自己要做的内容的定位等等 都不见得有那么清楚 三名都是业配 在这一两个图案就崛起 所以他们就开玩笑讲说 那个收费的费用早期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收 今年来讲 他们的费用图案就暴涨到 那个一般网络上是说他们有到20倍 美国那边就是发展很久了 所以有非常多比如说 是要更偏激的 很多人说我们是 没有就是阴谋论 就是地评论那种的 然后很多 就是很多人 你知道很多人主张地球是平的 新媒体媒介拐到多元 在资金与人才不断投入 用听的了解世界 耳朵经济已经在全球崛起 随着台湾市场规模不断攀升 也要省思如何提升内容 避免乱象百出 你今天怕case了吗 这股风暴正来袭 科技不断更新 媒体娱乐也更丰富多元 而回顾台湾50年代 金举曾是当时重要的文化活动 很多长辈一定忘不了他 那就是台湾最红的金举天后 徐璐 徐璐被称为一代轻衣 从小就被视为金举奇才 以国家资源重点栽培 而他也不负期待 不仅勤奋苦练 拥有厚实的基本功 人生经历更成了他表演的养分 在白色恐怖时代 他的父母曾因匪蝶罪入狱 他也曾有两段婚姻 第二任丈夫还是前调查局长沈志月 曾斥炸菊坛的徐璐 已经32年不曾复出 透过纪录片导演张烈东的镜头 和我们的专访 带你来看徐璐的传奇故事 各位听众 今天的国剧介绍赵培兴先生 和徐璐小姐演出的实况 《大鱼沙家》 《大鱼沙家》 这原本呢 其实还是在我最小的时候 大概七八岁吧 是很有名的金剧演员 到苏州来演出 那我父母那时候一包 来十天就包十天 就陪着父母看 没想到我就被这个戏剧感染了 觉得这么美 这么可爱 这么漂亮 然后会有这么多的表情身段 我回来就学 徐璐 台湾金剧一代轻衣 他的粉丝灌溉云集 其中还包括先总统蒋中正 本名孙宇童的他 小时候过继给父母挚友 改名徐璐 1949年中华民国政权转移台湾 徐家举家迁禧来台 徐璐延续与金剧的缘分 更是台湾本土培育的 第一代金剧名角 念那个女师傅小的时候 老师 有个老师 要我客串来演一个苏珊奇迹 那重点是 来了一个金剧大师梅兰芳的老师 在台湾看 他那个看对我一身的影响太大 他看完了就说 我在台湾可以培植第二个梅兰芳 戏曲宗师齐如山的一句话 从此定定了徐璐的金剧人生 在空军大鹏国际队的安排下 许多名师亲自道府传授教学 1954年更为徐璐创立正式立案的小大鹏巨校 让他成为首棋 也是全校唯一的学员 我每天早上大概五点多六点就在那里列宫 然后扎着大烤 夏天 还绑着旗子 然后练翻跟斗 是在草地上练的 没有地毯 练的我妈妈后来给我洗澡 看见我的背都发紫 人生呢 你在舞台上 哇 每个人看我都都觉得 哇 好像很辉煌哦 好羡慕哦 这个代价很高耶 很辛苦 我是喜欢 所以我不觉得辛苦 越深入我还越喜欢 汇集所有老师的艺术经验与医生 虚禄却未曾松懈 勤奋练功积极努力 不到18岁就已成为剧团主力 没想到19岁那年 家庭发生变故 陷入白色恐怖事件 说我一副是非的 然后就被抓 然后就枪毙 然后我妈妈也被挽 因为我妈妈跟他出来的 所以妈妈判12年 我爸爸带我出来的 是叫做伪造文书 因为我们的入境证是假的 正当前途一片璀璨 父母却被以匪谍罪名入狱 长女的徐璐一夜长大 担起照顾弟妹的重任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去看我爸爸 我好久没看到爸爸妈妈 去到爱国东路那个 怎么说啊 去看 我一看到我爸爸妈妈 我就马上哭 爸爸胡那么长 好恐怖哦 就是坐牢了 后来我弟弟妹不肯去学校 他说 因为学校老师同学都说 她是非迪 是非迪的女儿 哇 这个话很刺我的心 我那时候才开始我大哭 我不晓得以后 这条路怎么走啊 不知道 他逼着我 让我把我弟弟妹妹送过孤儿院 那时候觉得 哇 怎么这么狠 后来想想 我还是觉得他们是对的 要不然不会有我今天了 人生低潮 没有抹去许鹿身上的巨型光芒 他成为剧团首席蛋爵 演出遍及欧美 南亚等四大洲 也曾在数十个国家寻回演出 受到英文界热烈喜爱 以高度推崇 在这个过程中 我外面还是很辉煌 大家 而且也许我常常都是爆满的 我觉得 那时候安慰我的是我的掌声 台下给我的掌声 好像得到一个书界 有一个安慰 然后呢 专心投入西中 我觉得 就这样子把我带过来 人生经历成了演出的养分 许鹿的一评弥笑 雍容贵气仪态大方 眼神中却又坚毅深情 他主攻梅泰清衣 也奸习其他各弹行流派 被誉为全台第一 全才弹者 文戏 他唱清衣唱了一把照 武戏他能够打 然后 坤腔他也行 文武坤乱 乱就是七皮二黄 就是样样精通 那我有时就在威延达嘛 羡慕啊 他们羡慕我嘴巴还要叫 还有鼓掌 然后还跺脚 那个地板呢 还跺脚 虽然声音啊 震耳一样 泄很久 我眼泪都泄出 我下来了以后 我说 我还想再去看看舞台 什么人也没有了 灯光暗暗的 就觉得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那时候觉得很空虚 如日中天 却也尝尽掌声结束 落幕后的寂寞 经由当时国防部长余大为介绍 徐洛十七岁时 与清华大学教授王契祥结婚 短暂退出舞台 我在舞台上常常演妈妈 演太太 哇 演着各种角色的 演夫人 演贵妃 什么都演过 但是我舞台没接过 和我不晓得丈夫 做个老婆 这太太是什么样子 我要亲自来做个好太太 我辞掉 这不演戏了 后来最后是老总统 那周天想来 请我上电视 我才愿意付出 享受三年 单纯的主妇生活 成了两个孩子母亲的巡路 在各方期盼下再度付出 1986年 荣获美国林肯中心 亚洲艺人陈旧奖 却也同时结束第一段婚姻 更发现了自己 罹患如癌 我都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这一生 都不是我自己安排的 你看从学习 结婚也不是我自己安排的 有没有 好奇怪 但是我就是很顺从 给我什么环境 而我就胜负这个环境了 生病住院期间 许露遇见了生命中 另一个重要的她 前调查局长沈志月 一位是位高权重 曾被称为继代理之后的 第二代蝶王 一位是局团 金句天后 两人一位信仰 开启彼此人生新篇章 是她的一个老同事 住院 那院长就告诉她 许露也住在医院里的 她就来看我 然后她帮我传福音 因为中间我后来就回加拿大去了 她给我打电话 通信 因为她传了福音 她主要继续再给我讲圣经 要喂养 我们在教会中说 要喂养 喂养我的小羊 还要牧养我的小羊 我是她的羊 就这样喂养喂养 她说我们结婚吧 这个是我弟兄结婚的礼物 我们没有借责 什么礼物啊 光莫感觉 是老总统送给我弟兄的一本 亲自没批的光莫感觉 第二次结婚 我断然离开 我也觉得我到了四十几岁 我要好好读圣经 我要追求人生的更高层 四十八岁那一年 徐璐和沈志月 在加拿大公正结婚 徐璐也毅然决然 规编舞台 从此告别观众 与夫婿彼此扶持 将余生奉献教会 加强我里面的信心 然后觉得人生又好 又有意思 又有盼望 最大的改变就是 我可以哈腰来扶持别人 对 可以低肩负重 然后扶持别人 陪别人看病 照顾人 多生病啊 不管怎么样 我都可以啊 有了宗教信仰 徐璐仿佛重生 虽然动过十一次刀 其中五次 还是全身麻醉的大手术 八十二岁的他 却仍活力涌流不停 历经数十年的掌声与荣耀 也曾被尊为 国宝级艺术表演家 但此刻的徐璐 享受着平安喜乐 三十多年来 徐璐未公开露面 在导演张力东立腰下 才拍摄纪录片 并接受华视新闻杂志的专访 让徐璐绝妙风采的传奇故事 留下珍贵纪录 以前把我的艺术放在台上 现在把我的主耶稣传给台下 这就是我的人生 退出荧幕32年 谢谢台湾的国宝级金剧艺术家徐璐 和我们分享他的传奇故事 下个单元我们要带你来看 一群阿公阿嬷 如何靠着好味道 重返职场创造新价值 更多内容稍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您想过老年以后的生活吗 对于老或许每个人的想象都不太一样 在台中有一间由社福团体经营的餐厅 不老时光 特别的是店里的主厨跟服务生 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公跟阿嬷 品质年龄63岁 除了有餐饮服务 还有便当外送 来到这里工作 营法就业的长辈们 每个人都能发挥长财 端出自己的拿手料理 他们透过社会参与的方式 经营退休生活 也再次找到生命价值 越老活越好系列报导 带您品味阿嬷们的暖心料理 我先生结果他生了一场大病 我就专心的陪伴我老公 到了我先生好了以后 你会觉得好像放松了 真的是没什么目标了 我们要去泡地景花茶茶啰 我是用一个很尊诚很爱的心 下去做这个餐点 在这个中间我获得蛮多的 然后又做得很快乐 一早九点几位阿嬷们早已在厨房 开启一天的任务 准备大展身手 还好啦 将切好的鸡肉下锅翻炒 仔细控制油温火候 今天的一日主厨 是68岁的阿嬷王阿嬷 而这天的主食是硬凤梨鸡 香气四溢 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家常菜 妈妈都煮得出来的东西 只是她的分量多一点而已 所以不难 拿开箱拿走就好 对啊 对 这样做 对啊 这里是由社福团体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特别打造的餐厅 不老时光 目的是为了能让阿公阿嬷们 有引发就业的机会 地点就位在台中市 放眼望去 餐厅里的厨师跟服务生 清一色都是大龄长辈 我都是家庭主婦 可是我做志工做二十几年了 后来是因为我儿子要上课 那边的时间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改到宏道老人 福利基金会做老人的 然后后来才到餐厅 对 我都有在工作 都是做小时 因为带小孩 你要做正直的整天 人家比较没办法 因为小孩子上课 要接上下课嘛 就做习惯了 做五个小时六个小时而已 时间比较自由 对 不老时光现在的这处基地 其实是昔日的台中市市长公馆 由旧宅邸改建 摇身一变结合展览与餐厅的 复合式场域 他们将这称为不老梦想一二五号 在2016年启用 原本是由阿公阿嬷们 卖古早味料理 之后房屋进行修整 直到2019年 不老时光正式营运 进驻的时候 这一块合适的建筑 有漏水 然后有一些机构安全的疑虑 所以当时的话 这块空间我们是没有使用 改卖一些比较传统长辈的料理 就是外贵面线 修复完成以后 我们才开始正式启动 整个不老时光的运作 目前餐厅内一共有13位阿嬷 跟一位阿公 平均年龄63岁 考量长辈的体力 职务设计 每周只需排班三到四天 每天5.5个小时 不老时光的理念 正式让长辈 能在大众面前展现厨艺 在能力所及范围内 将专长结合工作 一道道佳肴 没有华丽配菜 却充满家的味道 曾经就是有那个客人他吃素 我们就剩一份素食 他们结果是两个人 然后我们就找里面 他有一些菇什么的 就给他加一加分成两份 然后吃一吃他们很高兴 他们就还来跟我们说谢谢 这样你会很开心 像我们这个 这个一个礼拜做三七天也不错 不会说像那么累 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岁数 都六十几岁了 某几个长辈 他在料理拿几道料理 他自己也觉得 比较有把握啦 比较善良 那我们就会稍微做一下 这样的一个分配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回到 就是我们怎么样 善用他们的优势 融入在这个营运的服务里面 妈妈喂的料理 一天一煮时不知简化备餐过程 也减少食材浪费 而在这里也有提供三公里内 便当直送 采访这一天 我们跟着六十二岁的 陈淑婉阿嬷外送便当 餐厅附近的学校 许多老师学生 可都是富老时光 长辈们的忠实粉丝 这天订餐的学校 是台中科技大学 就怕长辈爬楼梯时 遇到困难 外送便当推车跟餐袋 都是特别设计 家天车轮方便上下楼 是你老板的爱心 对啊 那个奶奶除了梅干肉丸子 还有其他的哪一些菜 是你做的呢 他们都说我控肉啦 梅干还有那个兰花 听说老师是我们的铁粉 好高兴啊 是啊是啊 对啊 我倒很喜欢你们的餐 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年龄 对于食物 其实有很丰富的经验 然后这些经验 刚好他们在做这个餐的时候 都可以派得上用餐 今天去学校 有学生跟你说 很喜欢吃你做的某一道菜 你说那个梅干菜肉丸子 对啊 其实做菜 你只要用心 一定会好吃 好像回到家 阿公阿嬷端的一个料理 有时候也不太好吃 但是他们觉得很好吃 因为我们每天的厨师不太一样 料理的东西 本来就会有个人保卫不同 但是我们就觉得说 呃 问心 觉得说 那我们这个料理给他 有那个感情 就是要做一个很软心的料理 而每位来到不老时光的长辈 则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与经历 这菜花啦 就是我们叫地井花草茶 这是紫苏 然后这是香茅 然后这个是荒虾万寿酒 这样泡起来就会很香 脸上随时挂着温暖笑容 她是今年67岁的林淑珍阿嬷 对于花草很有研究 餐厅里的花草茶 则都是出自于她之手 最好是泡差不多一两个钟头 她比较出味 林淑珍阿嬷年轻时期 曾在美商公司上班 婚后全新投入家庭 在先生职业的中医诊所 协助十多年 但几年前先生病倒 她一路陪伴 好不容易照顾先生到身体口转 自己却陷入难题 老公她觉得说 她好像生命走一遭了 她想要享受她的余生 所以她都不想开业 那我就想说 那不想开业我们就玩 可是也是毕竟 还没有生活目标 我就会到处上课 就接触一些公益团体这样子 才会有这个机缘来到这里 妈妈吃了 还有 好喝吗 健康的 喝的那个味道就知道是 我妈妈的味道 喝的出来 喝的出来 我来过的次数大概三四次这样子 有时候我会站在外面 稍微看一下这样子 有经过的时候 有时候也想说 不要打扰她 她常常有路过 完全在外面看一下 这样的齁 我都不知道了 觉得好感动 可能觉得怕妈妈会很辛苦 可是不会啦 国际间将65岁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比率达到7% 称为高龄化社会 若比例达到14%及20% 则分别是高龄社会 及超高龄社会 台湾1993年步入高龄化社会 2018年转为高龄社会 推过2025年 就会迈入超高龄社会 但营法就业人数 相较其他亚洲国家 却相对来得低 社福团体 透过多面向努力 希望能拉高 营法族就业比例 台湾的高龄就业比例 大概只有8点多%而已 日本有25% 26% 然后到韩国有30% 在2025年 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了 这样的族群 越来越多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 让他们有一个好的 活跃老化的一个第三人生 那就业可能是其中一个 他们可以思考 然后也是我们希望政府 然后还有民间的企业 那可以来看见这个议题 从年轻到老 许多长辈一路工作 或者为了生活跟家庭付出 不老时光的长辈们 展现营法就业一点都不难 不老时光也成为许多高龄团体 交流的场域 最大的转变是让我知道 更好去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然后把自己归零 再重新学习 可以从年轻人的身上 学到好多东西 也很希望说有其他的单位 也可以效仿 宏道这样来做 其实在意的不是钱 是做的那个成就感 那个喜悦 老了也能发挥自己的可能性 长辈们也能有走出家门的动力 和勇敢追梦的勇气 就是有规划说要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不能做 本来当志工的愿望就是说 做到我不能做 那我来这里也是做到我不能做为止 我希望自己能够自己做自己 生命中的主人 因为我已经六七十岁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我也希望有机会 成为别人的生命中的贵人 我可以告诉更多人说 其实这里是很快乐的 略与老或许每个人的想象 都不太一样 我们看见这群阿公阿嬷们 怀抱着不同的憧憬与向往 汇聚彼此的能量 他们的不老精神 突破年龄框架 克服自我设限 开启老后的第三人生 迎接未来的种种挑战 让自己生命的每一刻时光 都充满价值 珍贵不老 靠着一道道温暖料理 这群阿公阿嬷打破年龄限制 证明只要妥善规划 每个人都能越老活越好 马上回到华世新闻杂志 欢迎回到华世新闻杂志 如果天生只有一只腿 该如何面对别人的异样眼光呢 这是就读小学的徐佑丽 所遭遇的真实人生 刚出生时 他只有一只腿 两只手也只有一小节 但徐爸爸坚持生活中的大小事 有力都得自己来 才能学会在现实社会独立生活 还有罹患脑性麻痹的童童 因为出生时难产造成脑伤 行动不便 家人感叹 台湾无障碍设备不足 就连到公园游戏场 也成了奢侈的梦想 身心障碍儿童 本应受到社会更多的辅助与保障 但台湾做到了吗 华氏新闻杂志儿童人权日系列专题 勇敢的宝贝 荣获2020年公益新闻经文奖 第一单元一起来回顾 我想要跟朋友一起丢花蜜 你最喜欢大家说你什么 我没有手 跟你没有家 今后也不能照顾你一辈子 分开久了 希望能有一天能全家再团聚 你想要留在台湾多久 很久很久 一百千万天 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徐佑丽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 这样是怪什么 爸爸希望我可以站立 然后帮我取这个名字 天气微凉的秋天 我们来到高雄这间面店 和单脚天使徐佑丽相遇 他努力挥动两只短短的手臂 欢迎我们 我想要在你们店里等一下吃个东西 你好啊 你用夹夹给我握手 你怎么这样吃 是我们直接先跟他讲 你就是出生下来就是如此了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跟别人比较 我事实上就是一个比较严苛的爸爸 我事实上就是一个比较严苛的爸爸 我从来不把他当成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一般小孩能做的事情 比方说写字 念书 吃饭 睡觉 刷牙 这些生活之旅的部分 他该能自己做的 我们都要让他自己做 我们是希望说你可以做到独立自强 好比说吃饭这回事 我们就给他一个汤匙 然后给他一个碗 那你试着看看你要怎么样吃到这一碗饭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就选择放手 不要去干扰他太多 你怕羊吗 怕羊吗 怕羊 怕羊 你哪天最怕羊 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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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脚底板 他有脖子 放入 晒风 大猪 茶 早寮的一個中心 上面其實有很多父母、家長、小朋友 其實看著樓下的公園這麼大 但是卻沒有辦法過來玩 其實蠻辛酸的老實說 有很多地方是必須要跟人家擠 必須要跟人家... 待會碰撞到了 到底是我們的問題還是別人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去可以讓其他的人 或是社會上的大眾 可以去接受這樣子的一群人 很不平等的啦 老實說 這個比較好 這個是比較 謝謝 謝謝 你最喜歡大家說你什麼 我很棒 你最喜歡大家說你什麼 我沒有手 跟你沒有夾 我會很傷心 學校有很多人說你 奇怪嗎 沒有 只有我們班沒有 只有你們班沒有 我們做的是米線 它的特點就是 比麵條還要再Q一點 然後它是無膚質的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 我如果是個壽星階級 我死了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選擇開一家店 我選擇創業 我至少還有一個店有收入 可以養活它 我沒有辦法 在台灣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讓它無厚顧自由 在他身上我會覺得 就是不管是怎麼樣 都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個體 就是不管我們什麼樣的呈現 但是在他身上就覺得 哇他可以這麼樣的努力 然後完成他想要做的事 好我們先唱一次好了 一隻哈巴虎 好不是耐品 旺旺 兩隻哈虎 兩隻哈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隻沒有耳朵 一隻沒有尾巴 真的奇怪 真的奇怪 施优黎 許幽裡奮鬥的模樣 讓人感到生命的無限可能 而和它一般努力學習的 還有彤彤 采访这一天 他迫不及待展现复健的成果 有老板在吗 我要一个红色的豆子 两个黄色的豆子 它算是难产 就是一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呼吸缺氧 缺氧就直接送家后冰包 脑部就受损了 受伤的地方是伤到运动神经 他刚上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他回来就跟我们说 我觉得我很寂寞 下课终生一想 所有人都冲出去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 他就可以感受到那种 怎么叫做寂寞 他妈一定都会担心说他未来 比如说你看他这样子 他是个女生 他连十一住行 就连他的生存的权利可能都会担心 对他来说我觉得要跟上别人是很难的一件事 可是他不管面对学校课业的挑战还是说 还是说他自己就是让他来复健 也是一直都在进步 好 手手撐着哦 小心点哦 对 好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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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天生个性就非常的开朗 然后非常的积极 这种想法带给他 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好 阿泽加油 还可以撤一下吗 还是要 还可以 那我们可以 工作 对 好 来 脚脚 季语童啊 他是一个就是 不会受限于说 他自己的肢体状况怎么样 然后就常常会说比如说 我不行啊 我不可以啊 我做不到啊 加油哦 那你掉这个好够 耶 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来 重新 这样子特殊的孩子 我们应该是 所有的人都要一起去 支持这些孩子的 生命的 可以拥有的一些任何的权利 你不管是 先走外面 如果你要去那辈子 你要从外面 你知道 从桌上去 好 要慢一点 要慢一点 哇 慢一点 哇 哈哈 开始 本色 濕螺丝 一松洞 请勿使用 好 那我有这样的小孩才发现 原来他们需要的这么多 乱叫 那还要玩吗 还是就轻轻的当 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不要 比如说上个厕所 比如说 可能他要去做个捷运 虽然捷运的公共设施都非常好 可是 再往捷运的路上 有可能人行到走到一半 没有了 老大 和 妈妈 一堆一堆教课 都大达 就 是让他有认知的能力 不能放弃学习 就是不要放弃自己 快乐的 自己 不用 那剩下来真的是非常期待 社会的进步 可以给他们更友善的空间 他们的不放弃 努力学习 让人动容 就盼我们的社会能够更进一步 让他们在未来也能发挥所长 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您喜欢布袋系吗 在嘉义有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 组成了一个布袋系创意团队 三内堂 团员都是志工 多数没有布袋系专业背景 但在他们合作下 一尊又一尊 具有创作者灵魂的角色相继诞生 从木偶展览到超欧演出 他们还代表台湾出国表演 规模越来越大 他们更以素人身份拍起布袋系电影 对布袋系的热情 如何支撑着他们创新与传承 下个星期采访团队追踪报导 请您持续锁定 我是陈喜军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